特斯拉座椅上这个安全带卡扣应该要怎么拆 晚上有人说需要去买什么装备工具 但其实根本就不用 你只需要准备一把小螺丝刀 还有一把内六角扳手就可以了 或者是两把内六角扳手 首先把座椅的位置调到最前面 然后高度调到最低 安全带侧面这里有一个小洞 然后再按出它底下这里还会有个小洞 一共是两个 我们首先拿出一把小螺丝刀 从底下伸进去卡住 卡住里面卡扣 卡住了以后再拿出内六角扳手 从侧面伸进去 然后这时候不要拉安全带 而且往里面推 推进去了以后 再拿咱们的板手往里面顶找感觉 能感觉到里面卡扣已经被我们顶开的时候 再往外拉 那么这样一下就出来了 如果说你是硬拉 没有找感觉的话 那是拉不出来的 往回装的很简单了 只需要找好位置 然后里面按 听见嘎带声都可以了 像这样 好 这说明到位了 学会了点个赞保存一下 下回预讯拳拆特斯拉座椅就能用得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